学员,大家好 我还是基米 这个GEO数据挖掘课程 本来到这里应该是结束了 因为我已经录制了第9甲收尾 但是我们在公众号简单的宣传一下 因为我这里写着 这个视频将会是免费的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 可以占闪 但是才发出去 我就收到了600多块钱的占闪 然后我又说过给大家一个惊喜 本来惊喜应该是一些 我入门的两三年收集的三四六集资料了 但有些朋友他们其实已经拿到了 所以我就把GitHub的教程又更新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7个小时之前更新的 这个是昨天的了 我更新了什么呢 你们如果看第1到8奖 会发现其实只有阅读文献 了解机构数据库下载之后 ID转换之后 表达矩阵 做差距分析 火山图热图 够合K 数据库分析 即SEA分析 这里我加了一部叫做生虫分析 这个生虫分析呢 还是 还是挺有用的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想给想多学点技术的人一点惊喜吧 所以就把它加上来了 加上来了呢 其实也并不需要怎么讲 因为用我的代码已经写得非常好了 我这里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我这里面演示的这个数据应该是 gse11121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部代码 第一部代码是 第一部代码是用这个包来下载它的数据 这是第二 这是第三奖里面的 这是第三奖数据下载的三种方式的其中一种 那么这个下载就会下载这个数据 但是现在我已经给大家下载好了 所以你们直接load就好了 load之后 你们就会发现它的表达矩阵和表形数据 表形数据 你看有48个变量 就是200个样本 200个样本 48个变量还是太复杂了 有很多我们其实并不想知道 所以我就取了这几列 这几列表形的话就是grade 就是主流了一个分析吧 123析 load好像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size就是主流的大小 还有这个是生存的时间吧 这个是1和0 看起来应该是死 没有 活着还是死着 这个就是save一下 save之后step1就完了 step2呢 就是做id转换 跟之前的一样的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然后step3做差异分析的时候 我这里选死和没有 来做差异分析 就会导致能导致不是太 就差异基因做热图不是太明显 可以看到这边是 这边是死的和这边是活的 好像是有两个圈 两块但是这些基因的话也不是那么的 那么的明显 因为这个分组的抑制性太大了 这边死的有100多个活的有几十个 应该是活的有无所谓 大家跑一下就知道 总之就是说人群一旦扩大之后 意志性太高 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分子 能够决定他死还是活 annotation也是一样的 有了生死相关的差异基因 也可以用来做annotation 前提是你那个差异基因是有意义的 但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200个病人嘛 不可能只有分生和死 他应该分更复杂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载入我们的重点 差异分析 差异分析的话 我们先看看 差异分析需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数据集特别大 所以他需要把前面几个步骤跑完了 才能说后面的步骤 比如说第一个步骤要跑 第一个步骤跑 他就会输出一个结果 输出一个结果文件 这个文件就比较大 12兆 等一下我会删掉 因为上传的gaterhub会比较少 第二个步骤大家也可以跑一下 跑一下就会输出这个文件 第二个步骤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说的 把ID转换一下 过滤掉那些没有基因名的ID 还有过滤掉多个 多个探针对应同一个基因的那个现象 这两个就都这两步跑完了 这两步跑完了就跑个差异金 差异金跑完了就跑个annotation annotation跑完了 他只需要这个 那么第二步第二步第三 第二步跑一下第三步已经不需要跑了 因为这个结果是第二步来的 就是这个new dataset 是第二步的数据 我们现在他正在跑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 可能是我这个电脑的CPU 不是太强 按照道理应该会很快的 我看一下 22型CPU 占了86% 哦还行 就198个基因的那个探针的 表达矩针变成19800个探针变成12000个基因了 那么就生成这个new dataset 就是这一个new dataset 11个兆 等一下我会删除掉 因为不能上传到gatedhub上去 这样的话 这个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size 之前的size 是0.1 0.2 就总流大小多少厘米 现在我就把它变成B梗 我死磨 但2是我随便乱写的一个 其实可以不用2 可以用box plot 看一看这个size 到底是多大 这就需要重新再来一次 好像是2是吧 中位线好像是2 其实不应该用这个 可以用mean 可以用median median这个size 这样的话 比这个中位线高的就是大肿牛 比小的就是小肿牛 其实肿牛大小 也不适合生虫非常相关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的话代码了 我就不用太讲了 反正就是你安装好这两个包之后 生存分析就是我上面说的 其实是很简单的 然后为什么我会想到 要把这个生存分析讲给大家呢 主要是因为之前我 我是苦事冥想 这个geo数据库还有什么好分析的 然后我想起了这个 之前有很多人问过我生存分析 生存分析 生存分析 我以前就写过这个批量生存分析 这个批量生存分析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 其实也是因为当初要做一个声信编程直播 这个阅读阅读文就可以看到 这个生存分析是临床医生委托我帮他们弄的 其实从原理上很简单 就是这几个函数 构建生存分析对象 生存分析的一个km分析 还有一个logtest或cohox 这两个这两个函数的检验方法 这个我这边做了logrank 就是批量求所有基因的跟生存相关性 一个是用logranktest 一个是用cohox非贵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我也希望大家好好学 所以我就又把它 所以我就刻意又录制了一讲 这一讲我觉得应该对大家会有很有帮助 然后其实你们重要就是理解这个代码就好了 这代码就是event 就是时间和死亡的事件 跟size是否相关 这个相关就可以去summary一下 然后也能去画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应该是挺漂亮的 是吧 然后还可以这个图下面加一些东西 你看这个size是有一定的py6显著性 但是它不是非常显著 因为也不是说主流大小就怎样 这个图要换大了之后才好看 换大之后还可以再换大 这是一个这是目前最漂亮的一个生存分析 最漂亮一个生存分析包了 它还可以把多张图画在一起 然后还可以挑感兴趣的基因做差异分析 如果你明白如何挑感兴趣的基因做差异分析 那么你就明白后面如何做批量分析了 感兴趣差异基因 它就取一个基因的表达量来把它分组 比如说这一个基因它就有200个表达量 这200个表达量它就有平均表达量和 就有平均表达量 中位置表达量 这个中位置以上的就叫高表达组 中位置低的就叫低表达组 所以分根据这个分组就很容易来判断一下 一般是100个高表达100个低表达 然后这个分组之前我们是用size来分100个大 100个小组流 现在是用cbx4来分大cbx4还是小cbx 比如说这里的话就应该用cbx6 这个代码错了 我到时候你们从github上下载我的代码 应该永远是最好最新的 github因为我会实时更新的 可以看到cbx6反而更没有用 然后的话批量生存分析就是对apply 就是说对表达局这每一行都做 前面我们看到第一行 假设是这个基因 第二行是这个基因 那么就对每一行都算一个p1流 这个p1流最后就会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就会保存成一个 p1流拿出来之后就每个基因都有一个p1流 就排个屑 就可以看它的那个大小 还有批量call或者回归 反正代码都在这里了 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我这边的话 经过自己这些年学二元 总结了很多代码也都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至少能稍微走点捷径 不至于到处乱找代码又找不到 然后你要学这些的话 包括学这个GEO课程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二元基础而已 所以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强调大家学好二元 真的是学好二元 没有二元你相当于没有任何 根本就不可能看任何教程了 因为整个GEO数据挖掘都是基于二元的 你们把这个二元习题答案跑一遍 如果能做到这个的话 说明你的二元已经足够来完成整个GEO课程了 如果你们都已经学学好了我这个课程 那么其他所有的都可以联想出来 因为你们二元足够让你去做TCGA数据挖掘 或者是unclemail 或者所有的只要它的数据都在本地能导入到R里面 你就可以做任何事情 各种各样的统计分析 各种各样的图 希望大家能玩得愉快 早点发文章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生信技能数 这是一个小广告 然后就是我GEO hub上的一个小广告 如果你觉得我的代码和教程有帮助 欢迎欢迎欢迎打散 低于50都可以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超过50就留下你的邮箱地址 你扫描的时候还会有一个留言区 超过50的我会额外的给你一个惊喜 谢谢